影片記得要看到最後 我要送你們獎品 哈囉大家好我是吉腿 目前我人在韓國的首爾 我去Seven買了覺得很酷的一些飲料跟冰棒 然後聽說都是大家不推的 我就來試試看 到底是多難吃 然後買了那麼多 再給大家看一下我買了什麼 我買了番茄口味的冰棒吧 看起來超噁的 還有就是我同學很不推的西瓜冰棒 下一個就是我看到阿薩乳奶茶 中文是覺得很熟悉 然後它是紅豆奶茶 台灣沒有賣吧 我是沒買過啦 對感覺還不錯 下一個是這邊蠻推的香蕉牛奶 對這個包裝很可愛 然後這罐是跟剛剛那個一樣是同系列 然後它是也是香蕉牛奶 可是它是低脂的香蕉牛奶 就很像台灣養樂多那種杯子 最後一個是這邊人都很推薦的 咖啡牛奶 對它的包裝很像那個 對焦啦 對焦 那死不對焦 它就是這邊很推的咖啡牛奶 對然後它的包裝很像那個 台灣的三角飯糰 那我先喝那個 我覺得很熟悉的阿薩乳奶茶 然後的紅豆奶茶口味 其實在韓國還蠻常看到漢字 因為聽說我記得韓國很久以前 有一陣子是用漢字 很久以前 然後後來又改掉 然後 紅豆味好重喔 可是奶茶味很淡 就很像在喝紅豆牛奶的味道 還OK 下一個 下一個我要喝香蕉牛奶 好喝欸 這很好喝欸 香蕉味很重 然後奶味也很重 好我等什麼 再帶來韓國來喝這個 這個真的很好喝 好 那我來喝喝看 低脂的香蕉牛奶差在哪裡 Let's go 它就是比較不甜的香蕉牛奶 比較健康入性一點 可是也是很甜 只是沒有剛剛那個那麼甜 好 這個就是大家非常推的 咖啡牛奶 嗯 咖啡味很重 這我前面喝太甜了 這個 這個比較苦 欸這 這個蠻苦的對不對 因為我前面喝很甜的 對那你應該覺得 這很甜喔 這很甜喔 好苦喔 那應該是我前面喝太甜 因為我現在喝這個覺得很苦 然後我同學說這個 這個其實很甜 可是它咖啡味我覺得很好喝 就很濃的咖啡味 比較高級一點的咖啡牛奶 接下來就是 回到飯店都一定要吃冰棒嘛 沒有 這我自己講的 然後我挑了 兩個大家非常不推的冰棒 然後我就在折磨自己 那我先開應該是 番茄冰棒 希望不要太難 這個長得好 好猥褻喔 又有一點 汽水的形狀 剪刀真的是出國非常的好用 好來囉 超難吃 超級番茄的欸 它番茄會超重的 這個有點可怕 下一個是西瓜 西瓜的 這是冰棒的 我覺得比較想吃冰棒 我朋友超不推的西瓜冰棒 那我就是來自唸一下 噢 好香喔 它這個形狀好可愛喔 它一打開來味道超重的 超級西瓜味 來囉 超小啦 好其實還好跟不好吃的中間吧 嘿嘿嘿 試試看它這個皮的味道如何 這什麼味道喔 噢出來了什麼味道 感覺好像香精放一堆的味道 好我幫大家實驗了一下 好 好那我開箱結束啦 就是韓國Seven的 一些我覺得很莫名其妙的東西 最莫名其妙的應該就是 番茄 番茄冰 好啦 那開箱結束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然後 對就訂閱我的頻道就好 好啦那就 掰掰 下次見 掰掰 耶 謝謝你把影片看完 那 我要送出什麼獎品呢 我選了三個我在韓國買的獎品 第一個獎品呢就是 阿Piu的護手霜 相信應該很多女生都知道這個牌子 阿Piu 那它這個是 葡萄柚口味的護手霜 對 然後我自己也有買幾個來擦 那我覺得它真的很好擦 然後又很香 那如果是男生抽到的話 可以送給女朋友 非常的貼心 暖男 就馬上成為暖男 第二個獎品的話是 韓國傳統韓服的一個吊飾 對 當一個很可愛的吊飾 就可以騙人家說你來過韓國 最後一個獎品的話是 蝙蝠俠的吊飾 就是 我自己覺得很有質感阿 所以我就有買 那我自己也有在買 那它就是後面有按鈕這樣 後面有個按鈕 然後按下去呢就會 它就是會發光然後有聲音這樣 很可愛 那要如何抽到這三個獎品呢 那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和其他的粉絲團一模一樣 只要公開分享我這部影片 然後在影片下方留言 打Hashtag我愛吃雞腿 就可以有機會獲得這三個獎品 記得要分享加留言喔 掰掰